夢色蛋糕師甜蜜饗宴 這兩本書現在的市價一萬塊還買不下來 我人生中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貴的書 看完之後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 應該說在翻開這本書之前 我已經事先猜想裡面肯定不會有什麼神翻轉的劇情 也不會有太多深度的細節 事實上證明與我當初的猜想並沒有任何出路 不過在這之下卻讓我發現了驚嘆之處 因為夢色蛋糕師不需要這些新起點 一日以來我一直都在思考 夢色蛋糕師究竟是販賣什麼東西 看完夢色蛋糕師甜蜜饗宴之後 現在的我終於能夠慢慢體會這部作品所代表的意涵 劍也真跟草莓一路以來的生活 雖然不能說順遂 但也絕對撐不上災難連連 兩個人為烹飪投注一切之餘 感情也是屬於平平淡淡、日漸升溫 情侶之間相處不曾有過大爭吵 劍也真也是一個外印內軟的臭傲嬌 動畫這邊與漫畫的出路十分巨大 在漫畫之中草莓的成長速度相較於動畫 十分的緩慢 與動畫的天王寺被安麗老師甩得不同 夢畫在高點大賽的最後決賽期間 天王寺一直跟安麗老師放閃 我們得知天王寺與安麗老師的曖昧情緒之後 人才十分混亂導致狀況擺出 劍也真知道此事之後 只是憤憤不平地表示 安麗老師事先把你領進空任的世界的 但是是我一手把你帶大的 還有告訴他 你還有身旁的夥伴需要你 基於隊伍奇境協定 一同邁向大賽的終點 從而在這一刻 才開始比較不再出現狀況 不過之後都是跑龍號的劇情 但是好像也不能這麼說 畢竟比完賽之後 直接開店反而有一些奇怪 所以在安麗老師的規劃之下 幫忙安麗老師 試試學習如何經營一家店也是不錯的 只是除此之外 好像就沒有重點了 直到漫畫結尾 準備要去巴黎開蛋糕店之時 草草收尾臨時給草莓一句 堅定的告白 不管是生日蛋糕還是結婚蛋糕 我喜歡的女孩 這所有蛋糕都是由我來做的 當時我看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 突然強行發展 我真的很生氣 所以我才發這篇文章 不過後續聽到 有夢色蛋糕是甜蜜饗宴的內容的時候 我就堅持做完一個作品的想法 跟廣大觀眾借這兩本總價 10400台幣的書 不過我看完之後 反而完全顛覆了 我當初看完夢色蛋糕是無印石的所有想法 今天是一個外意內軟的臭傲嬌 草莓這是女主角都標配有的 天然呆加情商低到爆的配置 所以兩個人就算合力一起開一間蛋糕店 草莓連簡短金眼珍的名字叫做真 也十分害兆的說不出口 身旁的小精靈吃狗糧都吃得飽飽飽 都已經轉過身來看不下去啦 不過我嚴厲試著 為什麼建議真感覺比草莓還要瘦很多呢 對我已經高中畢業 也有18歲了 草莓的膠原蛋白真的很充足啊 這樣蘿莉風格的草莓 用它的單純 為平平處隱難雜貞的客人 量身定做糕點 這次的出題是一個人小鬼大的小屁孩 這是為什麼它口述狂言地表示 才要點世界第一的蛋糕 古板的建議真說到 世界第一可以具體的告訴我嗎 小鬼頭則是屁屁的說 我說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一 是沒聽懂嗎 巴嘎 建議真可是氣到非常沒抓住 才抑制住自己大小孩的衝動 不許建議真天生對於這樣的小孩 非常的勢不兩立吧 不過這位小鬼頭可是大有來頭 他是旗下百姓百貨公司老闆的富二代 這樣有錢的他 身邊有一個貼身教師教導他也是非常合理的 不過隨著逐步成長 似乎他老師也是該離開的時候 轉跑到一個潤級身價的年紀 對於老師離開 小鬼頭似乎無法釋懷 正在老師面前鬧脾氣 不過事實下他已經把整個城市的蛋糕店 給翻遍了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一家合適的蛋糕店 最終終於找到了草莓這裡 草莓聽完這個重大的任務之後 立馬熱情的答應 完全沒有任何嗜好膽怯 身旁的建議真倒是捏了一把忍汗 不過草莓上頭之後 哪是建議真抵擋得住的 所以他只好灌著草莓 讓草莓自己擺平這個難關 身為草莓的男朋友 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胖輔助 世界第一這個題目 尤其對於不計較價格的情況之下看似困難 但卻對於單純的草莓來說 卻是理所當然的化妨危險 他讓小鬼頭進廚房 一起為老師婚禮製作甜點 建成從旁教導小鬼頭 不過小鬼頭倒是完全不知責他 建成氣憤的教育小鬼頭 就這樣小大小鬧的 做完老師的蛋糕 小鬼頭看著人生中第一個成品 似乎不太滿意 建成倒是諷刺的說 跟某個人第一次就把蛋糕烤焦的人比厲害多了 草莓嘟嘟嘴巴十分無奈 那麼在最後一刻 小鬼頭飛也是的跑來火車站 臭上疲疲的蛋糕 因為打算放棄等待 認為小鬼頭不會來這裡 送別於老師離開 那樣小鬼頭卻放在心上 且為老師特地親手製作蛋糕 老師感動地抱住小鬼頭 而小鬼頭也才展現出自己內心的不捨 在這個溫馨的螢幕 我想說一句話 啊 怎麼蛋糕不見了 小鬼頭就像是縮小版的建野真 那小鬼頭都已經這樣哭得稀哩滑啦 投保留地展現出自己的情感 建野真看在眼裡 自己總不能輸給一個小鬼頭吧 所以準備了專屬於草莓 獨一無二的巧克力花束 眼睛的草莓 似乎看到了別處心災的巧思 或者說果然是建野真啊 求婚也這麼的有個性 而且害羞的建野真 還不敢看草莓 也要為草莓帶上求婚戒指 一些鼓起勇氣告訴草莓 自己將來不只要跟你一起做蛋糕 也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們結婚吧 內容汪汪的草莓 歐號不說答應了建野真 不過現在應該叫做真的吧 或許這樣相愛的兩個人 是天生的一對吧 不過建野真跟草莓 也會有執著的時候 建野真做事認真 誇張一點 可以說是死板 都不為過的個性 而草莓或許是因為少了一些根莖 所隨之伴隨而來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這樣的他們所發生的摩擦 那就是建野真所認真 寫下的蛋糕流程 被草莓不顧問的隨意塗鴉 建野真氣的甩頭走人 就去外面偷偷起了建野真 也隨便接下來了在外的烹飪教學 製作出來了新型的巧克力 讓這位女生送給他心靈的對象 不過有趣的確是 草莓跟建野真兩個人 雖然身在兩處 但是卻莫名的 一同製作同一對親愛的蛋糕 建野真其實也只是意識著小小不愉快 偷偷起之後 馬上又跟草莓黏在一起 他們把一同製作的蛋糕組合在一起 以舞台上盡情熱舞所發想的蛋糕 有了這樣為他人製作糕點經驗之後 草莓與建野真製作的 新的行人節專屬蛋糕空前的熱賣 公布草莓跟真的小店的客戶各式各樣 草莓也不厭其煩地解決畸性怪狀的疑難雜症 醫生只不過是生命花園之中的園丁BAR 園丁不能夠改變春夏秋冬 只是為了讓花草在世紀之間開得更漂亮一點 而身為糕點師的草莓 則是信心地耕用每一塊蛋糕 因為這塊蛋糕和下一位主人 說定是一位生命正在進入最後倒數的老奶奶 現在的老奶奶住在墓上雖然身體已經無法動彈 但是與之相反卻感受到生命中存在的實感 當然自己的孫女也成長了一個偷好壯壯的小女孩了 卻打算燈火相傳 繼承奶奶的意志和滑滑技巧 每個蛋糕背後的顧客都有滿下蛋糕的故事 看到老奶奶與孫女的聯繫之後 草莓深入體悟地說道 我們能到死之前都可以兩個人一起做蛋糕該有多好 健身二話不說抓住草莓的手肘 用意地把草莓湧在懷裡說道 跟聖誕老公公許願吧 草莓則是猶豫之後淡淡地說道 我想在這之前我們得先生個孩子 組成一個家庭才行 健身跟草莓的糕點店 十分的平穩 每天都有滿滿的訂單 或許是因為老闆娘在生命遠迫 老闆娘都會出其不意地幫客人量身訂做蛋糕 生得所有顧客的侵然 各式各樣的顧客受訪拜託草莓製作糕點 有時候長得像香草的 還有長得更像香草的 也長得更像香草的男生 呵呵呵呵 草莓與經驗真是生活的每一天都被烹飪給讚滿 草莓為此感到踏實 專業之間已經五年過去了 但是不知不覺之間 天王氏學姐已經跟安依老師結婚了 後知後覺的草莓聽到之後 是感悟的替她們幸福倍感欣慰 草莓才敢看 沒想要已經到了如今的年紀了 草莓心想要是我的話 但她一定要吃草莓的粉紅色花田上 由於我一路陪伴的小精靈們 被一大圈很大的星星麥卡龍所包圍著 不過正在整理店面的草莓 馬上就把結婚這件事拋在腦袋 畢竟現在的草莓 遺鄉背景 身在巴黎 想要結婚最起碼 也要回去日本吧 與自己最在乎的家人與夥伴 健身自己最重要的時刻 然而此刻落腳的地方 與建仁真打拼了店面 目前還在衝刺的階段 現在實在沒有辦法 顧及蛋糕店以外的事情了 但是不久之後 又是一個重大的節日 那就是蛋糕店的五週年紀念日 草莓與建仁也因為這個 這家店的里程碑變得格外的忙碌 曾經經過草莓蛋糕的客人 都紛紛回來增添喜氣 有跳舞的情侶 還有身體虛弱的老奶奶 以及長得像香草的男生 看這些原本 很會有交集的每個人 都因為這家蛋糕店 和樂融融的聚在一起 草莓看到他們 從大龍芒一整天下來的疲勞 都一瞬間煙消友善 草莓認為她付出的堅持 等一切都值得了 中年紀的活動十分熱鬧 參數上的食物一絲不剩 時間也差不多 大家也紛紛的離開 竟然跟草莓 在開始著手收拾派對後的現場 不過這時卻來了一個意外人物 那就是花房五月 艾莓的五月 選擇不再繼續堅持蛋糕 而轉換成為全方面的諮詢專家 她開的新娘沙龍店 可是大受好評 就連安藥老師跟天王師的婚禮 也是她一手策劃的 五月趕來便惡化不說 幫草莓用起飄飄亮亮的裝扮 草莓被五月的舉動有點不知所措 慌慌張張的亂亂動 不過在經驗針 於五月的半退半就之下 草莓才安定下來 小精力們則是排排站好 舉起他們的魔法棒 把草莓異形人傳送了出去 突起她的傳送 把草莓嚇得大吼大叫 落地的草莓還眼花撩亂 看不清前方 直到眼前的畫面重新焦距 是所有在日本的大家 以及象徵是瑪莉學院的畫像 從沒有臉龐冒著冷汗 似乎還不敢相信現在身處在日本之中 不過聽到了自己的父母親呼喊草莓時 從而才又再次確認 自己真的身處在日本之中 僅僅而來是 自己在學校的好姐妹的擁抱 及安堂和她的老婆也過來此地 當然 還有學院裡的老師們跟理事長 草莓則晃晃晃晃的生怕自己錯過了什麼 還說道 謝謝大家專程過來參加我們店裡的五週年派對 草莓的妹妹都看不下去說道 姐 你在說什麼啦 小精女們才送上吃來的換裝模法 草莓看著自己的身體 適宜地說道 這 這是結婚禮服 男主角 健野真才靠近草莓說道 是的 今天是我們的結婚典禮 安堂繼續自己堅持著傳統日式糕點 這滿足的餐點 就是安堂與她的老婆一起準備的 天然的草莓才恍然大悟 大家的精心準備 還因此開心地襲擊而泣 那草莓這位婚禮新娘 卻被蛋糕摩圈給痛砸一頓 大小姐大勒勒的說 要哭也要等儀式結束之後再哭啊 你這樣裝會花掉的啊 好好好 大家是不是忘記大小姐啦 她可是名副其辭 打不死的小強 深深是被作者眷顧的女二 但是這兩本甜蜜獎宴 大小姐都沒有劇情啊 可憐啊 最後草莓在親妹妹的鋼琴伴奏之下 與建野真共同走完紅色的地毯 草莓也在這個紅地毯上 疏心點點的回憶起以前的往事 以前的原點就在這個學院 也是在這個學院認識大家的 你現在可以在這裡舉辦人生一生一世的婚禮 紅地毯的終點 是建野真偷偷替草莓所做的蛋糕 全都是依照草莓平時擺在嘴邊的碎碎念 所製作出來的 在看完甜蜜饗宴之後 我總體是站在漫畫這邊的 但是如果我只單純看 紅色蛋糕師無印漫畫之後 我會覺得是被餵食了 畢竟給我的感覺就是不知道要怎麼收穩 就給我開空頭資料說大話 我會做你的所有蛋糕的渣男 不過看完紅色蛋糕師甜蜜饗宴之後 所有的故事都得到了回甘 平平溫溫的開始 並溫溫的落地收尾 這是屬於紅色蛋糕師最好的結尾 紅色蛋糕師甜蜜饗宴的關係 讓紅色蛋糕師無印的本傳得到了昇華 建立無數塊蛋糕誕生的 金眼針跟草莓所建構出的幾百 至於本部的名稱 紅色蛋糕師完美的契合 才會讓身為觀眾一路追完後的我 感到一切都值得了 題外話 紅色蛋糕師甜蜜饗宴裡面 還有將近一半內容 我沒有收錄進去 五月為什麼沒有對象呢 以及安藏身邊的老婆 是怎麼樣蹦出來的呢 這部分是我感覺作者強行給的一個後續 還有草莓所接到的任務 也被我簡略了不少 這些就留給大家普通討論吧 或是有愛的各位自行回味吧 其實剛開始做這期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 我保持著隨便啦 發文表示我盡力了 反正沒有人會理我的 看到網路上有人說 一本要5200台幣的時候 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花兩本一萬塊 做這個虧本生意的 況且你想要買 還沒有人肯賣你呢 我住在桃園 我把桃園去的所有租租店 給打了一遍電話 還是沒有找到這兩本書 但是意外之外的情況卻發生了 有6個人主動實信我 不管是幫我跟他的朋友借的 還是他本身就有漫畫的 甚至是南部人 還幫我去查台北的圖書館 有這兩本藏書 我真的很感動 我也才有公眾人物的錯覺 對是錯覺 但是當我拿到書的時候 還發現在漫畫裡面 還藏有一張小卡片 給我加油打氣 不過這有可能是害怕我身上漫畫 只是假設提醒 行警惕之時 沒有啦 我亂講陰謀論的 勿勿愛大家 我超級感動的 每一個私訊我 打算借書給我的人 我都會有給相應的福利 第一個借我書的人 指定要魔法MiuMiu 在美少女戰士之後 就是魔法Miu了 我是上海貽亞索的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See you